今天柯文哲說 說日清白農修飾的事情 導致菜價下跌 事情的真相是民進黨都是在錯算 農委會把責任推給別人 其實是產銷失調的問題 修飾不是問題 問題是出農委會 你有什麼回答 我想這是完全不公平的事情 第一 過去包括不管是 找一個關係的白農市長 這個市長要怎麼做 它的風趣 打賣 大部分差不多完全都是 我們白農市長跟白農市長 自己去處理 其實不對 全國來講 為它有股份的 真的就是農農不對 對 特別說過期農糧署 都接到他們的開會通知 不過都沒有去過 結果這次 所以事實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你覺得柯文哲用意是要幹嘛 我們這個... 現在他是把這次掃給你 你要表態 沒有 這個事情我們這次過期 我們一開始過期 去年高販的部分 沒錯 農委會那個時候的農委會選擇 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些 真的我們整個打賣 供銷體系的榮頭 確實就是賓農 我們希望也能夠把它帶進去一些 拍賣 產銷制度的調整 能夠有新的人 新的氣象能夠帶動 當然我們也要... 沒錯啦 這個地方真的充滿了政治現實 結果 我們最近已經看到幾個人 包括雜情 雜情的 也有一個、兩個人數 都有出來表明 這幾個過期 我們民進黨 暫緊提供的這些人數 也是柯市長 可能一開始不那麼愛 為什麼他不愛 沒有... 坦白說那時候我們 從媒體現在已經出來的這些 自製片語 一開始他也是說 這個不是要公私治理 這個要專業嗎 他也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跟他一樣 這個比較... 不要那麼政治化 比較專業的人士來出任 趕快的經濟 趕快的經濟 他也同意 同意 那是經過民進黨推薦 第三、四、四、四 那個我賴昆成嘛 那個是蔣玉琳 蔣玉琳嘛 蔣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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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賴昆成 對 最後這是他同意 每月他到底有威嚴 他會來嗎 沒有 這並沒有聽到這個事情 並沒有聽到這個事情 是 他也沒聽到 是 當然 你覺得柯文就是什麼樣的人 我... 過去實在是跟他... 一個去捕亂 你們的人 你現在還沒要跟他講他是誰 我想說 人... 他是因為所謂的政治素人 不管他是什麼顏色的力量 他可以起來做到這個 台灣首都的市長 當然我們希望他把這個 太多的市場做給他 比較... 有夠的開口 不過 這樣... 這樣... 可以在這個... 所謂的號稱藍綠之間 相來相去 在這間 在這間中間 我們希望他可以把台灣市場做好 問題是 該付的責任就是要付 該付的責任就是要付 因為 總之我們希望這個... 對這個整個最大的消費地的農產 代口可以帶動 帶動相關的改革 結果... 真的有事情的時候 真的有事情的時候 柯文組有沒有在賭農會 董事長跟總經理 我想是... 不是應該切割的事情嘛 嗯... 大家是要來處理問題嘛 對 不要來處理問題嘛 我覺得... 不要說什麼人格到底有沒有分裂 問題是 你是怎麼... 你是怎麼有辦法說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首長 作為一個行政首長 啊... 鄉民說... 真的是... 這個... 某某總經理有他的專業啊 等等的... 當然要馬上換個場合 換個角度的水功 這個可能... 這個... 也... 也... 也很辛苦啦 然後多... 我想這樣... 這樣... 這個... 不是很一致的態度 我們也就開始了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 過了